金曲獎在2號晚間登場 許多觀眾都守在電視機前面 一起參與這個年度盛事 不過當天電視台在轉播時 中場所插播的廣告 竟然意外讓網友覺得很崩潰 而這個廣告正是李玉芬的新歌 《再見公主》的宣傳 短短15秒轟炸式的播放 強烈的節奏加上不斷重複 《再見》兩個字 也讓網友忍不住抱怨 聽到真的快瘋了 中環境界鎖 《再見》 《丟掉公主》 操洗腦的旋律 也讓PTT上狂刷一排 李玉芬又來了 李玉芬不要再見了 李玉芬真的好吵 李玉芬為什麼要這樣 李玉芬是今年最大贏家嗎 網友也說 李玉芬雖然這次沒來 但也容登本屆金曲 被虛最多次的女藝人